远方 远方 有一抹色彩腳下 很不知 树叶外 丁足尽黄虾彩 勾看破瓦潮前迈 换他故里 河山外 皮包仍换不带 一股青稽垂满怀 一股青稽垂满怀 轻轻松松通通快快 偷偷亮亮阵阵排排 轻轻松松通通快快 偷偷亮亮阵阵排排 要半停止两手一甩 我这就不想重来 不想重来 远方有一抹色在脚下 好不知 休我 明足吉 广西别 高潘坡和我 尝 琴 我又愿弃 等 YES 一鼓轻轻揣满怀 一鼓轻轻 一鼓轻轻 揣满怀 轻轻松松通通快快 偷偷亮亮 睁睁拍拍 轻轻松松通通快快 偷偷亮亮 睁睁拍拍 搖拌停止 等手一摔 活着就不想重来 不想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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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 有那样 klich 等手一摔 不想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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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5 3 3 3 快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还有你公安 一定要给我严防死守 赵县长放心 绝不让他溜进来一个 县长放心 如果进了一个 我收拾他一个 这次就你这事给我捅了 可是捅大 请马脚 是 来 你就不要再出头雾面了 找个地方了 先去多多空 是 看着我们的 我们的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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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救援的 你怎么进呢 你戏长几个命令 带命 天真热啊 喝水吧 给 我这 谢谢啊 那你呢 我不渴 你喝吧 那我喝了啊 真好 师傅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帮过我忙呗 有话你直说 没问题 一会儿啊 你能不能把我带着去 那你干啥的 血淋淋的 不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个记者 我想到里边现场去采访 记者 那还用得着我吗 他能不让你进 你没看见 你看就那边 把所有的记者都拦在外边的吗 他们想封锁消息 他跟记者玩这个 对 你看 行 哥们 我带你进去 各位 请抓紧入创 咱们这个监警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问您是 您是 请问您是 是电台的 电台的 对不起 请您上后面坐 这个座位啊 是给电视台留的 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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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开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 有关专家和贵宾 对我们的 一情一制协进行鉴定 在鉴定会开始之前 我们准备了一点保理 它是电台 去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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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分到咱们部的 新闻专业硕士生 叶渝 你们自己认识一下吧 主任 那我坐哪儿啊 你看看哪有空地 你就坐哪儿吧 这道鸡 这道鸡 来来来 坐对面吧 这空着没人 乱点啊 都是我东西 我给你烧吃烧吃啊 很快 你先看看周围的环境 你来看看 还算满意吧 啊 多干净 这 我忘自我介绍了吧 我叫王小小 这 我在咱们部里头啊 真的 算老资格了 你不相信吧 一会儿来了人 你可以问问他们 真的 我一点不骗你 这个 光咱们局的局长 我已经送走四姐 我听说这下午好像还来个新局长 算让他舞剑了 哎 你别笑话我我说 我说是真的吗 我没骗你真的 我没骗你呢 你不骗你 哪儿呢 大人哪儿呢 大人哪儿呢 你妈你妈你呀 伤害我 你吗 和我二人的伤害我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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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联系上倒是联系上的 可是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呀 现在就靠这个管子给送点水 送点吃的 才能够维持下来 快来人呐 那还来着呢 快来人 我想在哪儿呢 这人走快来 快来给我上 来打把手 还是都帮你吧 咱们部里头来新人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走走走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来呀来呀 快快快点 来来来来 来 毕业 毕业 这是毕白山 咱们部里头 专门跑时政的记者 其实小毕这人啊 挺好的 这 哎 这屋里怎么连块镜子都没有啊 有 有 有 小毕那儿有 他拿给你使啊 给 你不是有一块小镜子吗 拿出来 给易于试试呗 什么 就是你总照那小镜子 你看这能用吗 行行行行啊 没问题 易于 这个行了 行啊 凑合着用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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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记者吧 嗯 别担心了 来 跟我来 看见了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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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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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咱俩 有什么事吗 你不用担心 我一看呀 你就向记者 嗯 我想有一些情况呢 想向你反映一下 嗯 好 好 那你是 我是这个工地的工程师 对不起 过去啊 您请 谢谢啊 这段工程里头啊 根本就没有钢机 嗯 全都是用竹片做的机 你想想 这样的隧道 能不塌吗 那这工程是谁成猫子啊 本来啊 这项工程呢 是我们县里头订的 十项得证工程之一 应该是呢 公开招标 可是他们呢 暗箱操作 把这项工程呢 给了我们县财政局长的小书子 这小书子呢 又把这项工程呢 给了诺家沟村的村支书 郭百万 找立巴仁就这么来干来了 这郭百万是干什么的 他是开金矿的 他对这个土建一点不懂啊 连资质等级都没有 只是临时挂靠了一个建筑单位 再加上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 其结果 合选而知啊 郭百万 这次事故的死伤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呢 伤了大约二十来个人 死了三个 他们怕那把事情闹大呢 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 决定对外呢 只报伤者人数 不报死者人数 这样呢 他们的责任小多了 那现在三个死者现在在哪 在一个工棚里头 我告诉你在哪 我不能陪你去 不是 你说你告诉在哪就行 小小 这拖楼道的干活怎么那么糊糊的 以前没见过嘛 是不是新来的 对不起 我弄脏了你的鞋了吧 没有没有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雅仁 我是新来的 我也是个老新闻了 干了十五年 当过几年的新闻部的副主任 对不起 刚才我还以为你是清洁工的 不过我到这来算是新兵 以后请大家多关照 这桌子我擦过了 不赶紧我再擦擦吧 不用不用不用 擦擦吧 没关系 没关系 听说怎么着 您当了十五年的新闻部副主任 不是十五年 几年 你这人真是的 对 这样 他不领情我领情 你看我这桌子 又商量又乱 您得给我认真一点 好 新来的郭雅仁同志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的 先来 教您 快去 好 对不起了 一下被擦 去吧去吧 一个一个擦 快点 快点 局长 刚才流动的设施 不知道带谁 去停尸门了 什么 快点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谁上这儿来了 我是救援的 我这不找工具 我现在 救什么园 你向救援的吗 跟我走 你磨蹭啥呢你 啥我呢 你不让我找工具吗 快来找 拿风算去 来来来 那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快去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快去 拿桶又堵了 真是也没人管管 你去找维修科的人 去去过来修的 行 维修科在哪儿 就 算了 我去找 怎么样兄弟 成功了吗 谢谢老哥 没问题 我跟你说 老哥 这是我名片 以后有事按照这个地址找我 你还新闻部副主任呢 挂衔的 我最敬佩记者了 以后我老哥真有事 还真找你去 你放心 老哥 你的事我肯定办 好嘞 我走了 行 谢谢 再见 毕北山 等一等 我看完你再走 摆在我这儿正好 好 那就送给你了 靠红包开录的产品鉴定可靠吗 你去参加那个产品鉴定会 发红包了 你拿了吗 我没拿 再说了 像咱们电台记者 你想要 人家也不会给你 没拿就好 不过你这篇稿子 是不是带着情绪写的 这观点有点偏激啊 你是主任 你看着办吧 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能发你就发 不能发就枪毙 我才不在乎你 年轻人不应当这样说话 领导怎么说 你就应该怎么做 你是谁呀 我是新来的 我叫郭雅仁 新来的就更应该懂规矩 在没有了解这件事情之前 哪那么多废话呀 年轻 碧白山呢 看来我真的跟你好好谈谈呢 他那么厉害是跟谁呀 他 干吗 那个新来的 是吗 你认识那新来的 我 不认识 那也不了解 不过呀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只又是 他爱溜虚排马 怎么了 老轩呀老轩 你看你的青铜器研究 这有没效呢 笑什么呢 不干死你 小姐 回去吧 走走走走 走 进会儿看看 拿走拿走 拿走拿走 没什么事了吧 小姑娘脾气还不小 对 对 有难了 快过去吧 不去吧 怎么了 嗯 这么快 你看我也没说啥呀 是吧 那你干吗不把嘴闭上 闭我这么近 上对面坐去 好 工作嘛 尤其是新闻工作 哪能没有 对不对 多喝水 好 好 真好 好 好 我 我 那你又要做什麼? 那你做什麼? 那你做什麼? 主人 帮我走吧 大叔 把自己吃酒用一下 你谁啊 他谁啊 我 这事要我 我你介绍一下 小燕 这是我们新闻部的副主任 方大明 你好 大明 人叫叶渝 是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你好 你好 你新分类的 借什么 自行车 自行车 谢谢 我待着没事 出去转悠转悠 你知道哪个是我的吗 哪个 就是那个红塑料软锁的 那个 好找 你好啊 崔市长 我是老赵啊 对 我在事故现场啊 对 崔市长 这儿来了很多记者呀 他们都想进入现场啊 啊 对对 对 刚才有人反映啊 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 他已经混进了现场 现在又混出了现场 很可能是个记者呀 崔市长 这件事情就请你给爸爸关了 可不能让那些记者们再给我们捅出楼子来啊 我这就通知所有的新闻单位 对隧道的事件 一律不准三字发稿 这样吧 你们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写一份通稿 让举家新闻单位呢 统一发你们的稿子 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好 谢谢市长的关怀啊 方大明 你写的这篇隧道他方的稿子 我看就先压一压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 里面有那么多的勾当 我可做不了主 还是等市里又统一口径了 咱们再说吧啊 我觉得 该我们自己做主的就应该当机立断 发也就发了 我们电台本来就出于劣势 你说再不发独家的 怎么和其他媒体竞争啊 再说人们有权知道知识真相啊 我没你胆大 我也不冒那个险 咱们又不是个人电台 你想发啥就发啥 主任 那我那篇篇书呢 我看就算了 负面影响太大了 那我们这些记者现在都能干些啥呀 这位啊 是咱们王导电台的记者 王忠王记者 是专门跑他们农业馅的 这次呢 下来就是采访一下咱们的防汛准备情况 对 咱们这杯第一杯酒啊 就先敬王记者 来 来 你不喝你们的 你不喝你们的 那 我呢我来吧 吃点饭就行了 王记者不喝 咱们就喝了 来来来来来 再压了 来来来 有有大碗的 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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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了啊 青山县公路隧道他方事件啊 市里要求发通稿了 方大明 当初 要是我不压着 把你的那篇什么独家发了 还不知道捅多大娄子呢 那事实真相就这么掩盖了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千禧年后 历秋的今天 也就是八月八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我王导市属线一起恶性隧道他方事件 在你的坚持下 独家没有发新闻 没有捅娄子 风平浪静 哎 方大明 我告诉你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吃饭了吗 什么 我这叫的可烈 大叔 大叔 钥匙 大叔 你生气的样子真是酷闭了啊 开会开会了啊 哎 董事长 你说 不 我不说了 你说吧 好 现在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广播局新任局长周锡仲 周局长 周局长是一位德才兼备优秀的领导干部 对新闻事业呢 有着丰富的经验 相信在他的领导下 广播电视局的各项事业一定会面貌一新 真正的上帝 周局长今天上任 我跟邓部长一块前来陪同 也算是代表了市委跟市政府了吧 下面 请周局长给大家讲话 我也没更多好讲的 简单点吧 就是市委市政府把咱派到这来了 那就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 我呢 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和大家团结一致 把咱们局的工作搞上去 我这里就拜托了 啊 你说 现在这事啊 人家周局长啊 原来和我都是专里的同学 他那是周专的 我那是王专的 没说我写稿子 比他写的还多呢 可你看看 你看人家现在成了大局长了 大局长 大局长 大局长就了不起了 想当初他就是我的一个通讯员 写的那算什么屁玩意儿啊 就连吃饱了拉屎这样的生理反应 哎 他都得加一个我认为是应该的 哎 你们可都别笑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了我认为这三个字 你看啊 这样一呢 能表明他生就不凡 二呢表明了他善于结论 如果一个普普通通的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不加上我认为这三个字 那就显得不这么有成就感啊 对吧 谁知道啊 这恰恰证明了他胸无点磨 装腔做事 想当初他当我通讯员的时候 那稿子来了 我说扔到废纸楼里就扔到废纸楼里 他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哎 你们不信 你们可以问问他去 想当初我是怎么损他的 人现在大局长啦 你别静说那些没用的 不管怎么说人现在是大局长 你不还是个角局者呀 狗屁 局长了不起啊 我现在就去接见接见大剑 那你现在就去啊 别别别王小小不能去啊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去就不去 别别别在这儿瞎吹啊 你敢去吧 他还真去了 老周 老周啊老周 哎呀你你你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当局长了吗 你你怎么当上这个局长了你 老周啊老周 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 你当我通讯员那一会儿 一趟一趟跑我这儿送稿子来 我给你枪毙了多少篇 我是看你一趟一趟跑我这儿送稿子的辛苦劲 我偶尔给你发了一两篇 你记不记得 第一次第一次发表那时候 我说 看给你高兴的 你非把我领到一酒馆里去喝酒啊 我记得你是要的 四个小菜半斤白酒 后来一算账十五块六 你一套口袋 十一块钱 那四块六是我替你垫上的 忘了 你忘了 你说 你说你那课是怎么请的吗 啊 老周啊老周啊 那时候你算个什么嘛 什么都不是 七八年没见了 请进 你 你 你居然还当上了局长 居然当上了我的领导 老周 老周 收集 这有个文件 哎 葛副机长 放他 那你先放他嘛 我跟老周正在聊天 不知道 不知道啊 老周 跟我多少年了 正经是我的老通讯员了吗 老周 啊是不是 我那时候的事 一言难尽呢 一言难尽 他在哪个部门呢 他在电台新闻部 什么职务啊 普通记者呗 他干的怎么样 这 我说王晓晓啊 你有闲扯淡这个功夫 干点正经事好不好 多写几篇稿子 别整天这么吊儿当当的 我可提你个醒 最近咱们局里要整顿工作纪律 你可小心抓你个典型 王晓晓 你赶快按局长说的去办 局长这么忙 哪有时间跟你闲聊啊 快走 我走 你怎么办 老周 当上局长不认人了 常言道 苟富贵物相忘啊 你可不好 人一阔脸就变哪 好 好 好 我什么都不说了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 就当我白来一趟 王晓晓 你怎么能跟局长这么讲话呢 太放肆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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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见着周局长了 咋呀 师傅让你当副局长了 别这么郁闷哪 狗屁 人一阔脸就变 真他妈的 这是人一阔脸就变的 什么事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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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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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挺年轻潇洒的嘛 啊 就是肚子稍大一点 我昨天怎么跟你叫上大叔了 你不叫大叔叫什么呀 怎么说咱们也是两代人呢 上车吧 我今天第一次出去采访 多照着我点啊 上前面去 请问 目前国际上的蔬菜走向是什么 你们这个试验场 都培养了哪些蔬菜新品行种呢 都培养了哪些蔬菜新品行种呢 好 好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Phone has initiated 使用生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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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准确啊 有些单词都翻译错了 你像那苦菜 给益成了那个苦葫芦 还有那个蚕豆 给益成了木板豆 温床呢 给益成了杂交场 快点回去整理一下吧 别到时候出笑话 你这么厉害啊 这么专业的术语你都听出来了 我就会那么几句 想把碰死耗死的碰死的 师傅 咱们还走不走啊 往哪儿走啊 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 我是没得了 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让啥时候 你这活比你还急啊 我连那个手机号都忘了 我连那个手机号都忘了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什么都会呀 下过枪 扛过枪 上过大学经过山 有这样经历的男人才有魅力 你这个研究生毕业的 咱们屈尊到我们小小电台了呢 我是喜欢这座城市 就一个人来闯一闯 本来想去电视台 没想到电视台进不去 就只好到电台了 不过开始我觉得挺委屈 但现在不了 因为有你在这儿 我不觉得委屈了 没想到电视台 这就是济湖 就这样 你那个时候 是什么 go hör 放 来来 都放我手了 谢谢啊 再过一块啊 再过一块 那块呢 咽一下 这是口香糖 这不能咽的 口香糖不是肠的 你真咽下去了 我真咽下去了 没什么危险吧 不是你 这个对市委跟市政府提出的要求啊 大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对了 我这儿呢还有一份材料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一位农民企业家说得好啊 家有黄金数吨 每个人只能一天吃三顿饭 房子独占熬头 你就是金屋 银屋 你每个人只能 你怎么才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是 众和两小酒 水果头 两个竞争能去建设 特别是搞新闻工作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职业道德 是吧 职业技 职业领域 你怎么不做记录啊 到时候怎么写稿啊 你不记得 大力的歌唱那些歌 歌颂那些歌 一三一一三 有利于精神能力建设的事 你比如说最近我们是出现了一个很英雄的人物 他们因为就一个小孩 是吧 居然自己 跳下了 冰冷的海水里边 周局长 您好 你们这个是谁派活啊 是 方大明 你去拜他给我叫来 叫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周局长 你的意思 这还不明白 找方大明 跟我算账呗 方大明 周局长说让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他说马上 你这个新闻部主任是怎么当的 这个你负责派活吧 怎么能叫王小小这样的人去采访市政府这么重要的会议啊 他那个脑袋里头一点几率关键都没有 那会都开了半天了 他晃晃悠悠的来了 叫他采访吧 又没带笔又没带纸 叫我替他做记录 还说什么 叫我给他写稿 你说他是局长 我是局长啊 也不知道是我领导他的是他领导我 你看这就是你带这些兵啊 这事不算完 叫他马上给我写个检查 你也得写 这个稿子我交给辩识才稿了 你们负责通稿 其实局长王小小这个人呐 行行行你赶快落实着就 我再跟你说 走吧 走吧 бег哈 前女二哥 啊 他 借 定 有 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